生活因守护而美好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独家冠名播出 福州欢迎您 本节目由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特别支持播出 人是有些东西是需要信以为真的 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一真一换 其实我来的是最想找郁达夫的很踪迹的 我对福州最初的印象是他写的关于福州的游记 他对福州的山的描述 对福州人的描述 然后对福州的女子印象非常深 福州的女子非常的美 郁达夫当年在办公的地方 我很想去 那就是郁达夫当年办公的地方 就 没想到他工作的省政府给他变成夜店了 他三六年在这生活了快一年吧 就是这个 这棵树应该见到郁达夫进进出书的 见证了左宗棠 见证了郁达夫 郁达夫在福州短居两年 却对福州的水印象极深 他在游记《闽游地利》中写道 福州的山水实在也真美丽 北至仙峡 西松武夷 蜿蜿蜒东南之下便分成无数的山区 底气温暖 卑雨时行 一顾山间草木 一年中无枯萎的时候 最奇怪的是梅花开日 陶丽也同时怒放 香丝树 礼枝树 荣树 杜松之树 到处青葱玉滴 即在寒冬 亦像是手下的样子 郁达夫还写道 闽江发源 浦城县北 于良山下 一城间隙 到处收纳清晰小水 曲折而达福州 杨子江没有他的绿 福春江不及他的曲 朱江比不上他的镜 人家在把他辟做中国的莱茵 我想这辟语总只有过之 绝不会得不及 生活因守护而美好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 独家冠名播出 福州欢迎您 本节目由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特别支持播出 哇 又是一个什么树干分叉的 大榕树是吧 又通向不同的时空啊 那片芭蕉叶我刚路过头看到这 右岸 让我想起那个阿飞正传了 有音箱是吧 可以放放何去何从 现在我就是这种心情 何去何从 多年 人海都无 我当然也恍惚了 我也不知道我何去何从 我在去往哪里 目的消失了 过往好像也消失了 没有什么比时空转换更具魔力 而水似乎就是转换的载体 一切都变了 一切又似乎没有变 我与近百年前的玉达夫 踏入同一条河流 这让我感到恍惚 白马河的水依旧 一路向南汇入闽江 奔流向海 但是魔幻的高楼与世上的街区 又提醒今夕不复往昔 这城市还有很久不变的东西吗 我该何去何从啊 我当年也喝了一口 在球上一看 这个摄影 以前都是在电视机里面看到 看见活的吧 好 活的 是不是有啊 送你来送你来 你们拿着吧拿着吧 给你拿着我们 好那谢谢你了谢谢你啊 拜拜 我提着灯笼去找谁呢 不知何时相逢 不知何时相逢 你说我是崔祖学习的 为啥 我黑风 还转 我黑风 挺不知何时相逢 不知何时相逢 不知何时相逢 我还转 没 noted 我黑风 我只看过心碎 你还唱于他 我还唱过心碎 有点不知何时相逢 因为他来呢 所以你还唱过心碎 我以爱你 有很多爱愿意 但我唱过心碎 因为我们是浏览的 你怎么想到来这儿了 我当然对他一直很好奇